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重点是绝对要吃完 撒子公寓的冰箱里充斥着所有室友的食物 我们都会把自己的食物贴上标签 那如果没有贴上标签的食物 就代表大家都可以共用 所以这个冰箱里一直都满满的东西 先去清点算一下哪些是我们可以使用的食物 粽子五颗 猪脚一颗 起司粉一袋 肉贝卷两个 炸物一袋 猪肉三袋 香肠八条 加一盒钢铃两袋 牛肉汤一袋 问号的肠子一袋 蛋饼一份 麵包三根 吐司两条 小卷一条 鱼碗一袋 鱼角一袋 包子一颗 春卷一袋 白饭一小红 花枝碗一袋 吐司箱两瓶 鱼饭片 其实拿出来之前 我没有想象过会有这么多 所以接下来我们的任务就是先拟定一下我们七天的策略 早餐午餐我是觉得可以去吃 其实还蛮多的 有面包啦 或是有一些 像是丸子随便煮一下时间就可以 好 反正早餐跟午餐呢 我可能就是去吃 这些可以比较方便料理的东西 晚餐的部分就交给我们的大厨了 我就会用我的方式料理 有点可怕 但是OK 画风一转 我们来到了市场 因为这次的企划除了用冰箱内的食物之外 我们有200元的基金 可以来去添购一个礼拜 我们所需要的其他食材 我们还是要做到均衡饮食 然后就要挑战看看 如果我们在这个市场里面去添买当季新鲜的东西 再加到这些冰箱里的食材 它也可以是很棒的料理 来市场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怎么样 环保带啊 去各个地方买东西都是要带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策略一下我们这200块怎么用 我觉得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一定要买蔬菜 对 因为冰箱里面其实蛮多肉的对吧 对 没错 好 那我们就以蔬菜为主要 250我们的基金会不会就有点不够 应该说看你想吃什么吧 好 可以买 我想要青江菜 老板我可以问一下 那现在有哪些是当季的食材 现在会出现的就是当季的 不是当季就不太会出现 冰箱是属于夏天的 冬天也是会有 只是说冬天量比较少 所以也会比较贵 那你会建议大家买比较当季的食材 会啊 像冬天就不会去吃冰箱 因为冬天它不是它的季 所以会夏天吃 地瓜也是 我很好奇 像你们这个量那么多 平常没卖完都怎么样 没卖完如果菜坏掉也是要丢掉 你们都直接丢掉吗 还是会怎么出 坏掉就知道丢掉 然后143 143 看一下57块要怎么用叻 差不多8颗 30块会有几颗啊 5颗好不好 5颗30吗 那你要小心不要撞破了 好 好 这些蛋都是新鲜的吗 我的鸡蛋都是新鲜的 我的肚定盘啊 我可以问一下这个是什么豆腐吗 这是 飞机改的软豆腐 1个20 你们通常如果卖比较久 没有卖完都会怎么处理啊 对我们都 去过会当天就卖完 当天就卖完 那我们有一包这个豆腐 好 在这个市场里面 我们现在全部都是以当季的食材 来询问 我们希望我们买的东西 全部都是新鲜的 那现在我们已经买了豆腐 买了蛋 三样菜 以及马铃薯 那现在目前剩下7块钱 这个感觉 不然就直接问老板 7块可以买多少吗 我7块钱可以跟你买这个一点点吗 可以啊 用秤的是不是 用秤的 这差不多9块了 这我只有7块耶 没关系 我拿一点这样 好好好 8块给你 谢谢你阿姨 200元全数用尽 最后花了7块钱买一点小菇类 应该算是很丰富了一切 市场采购完毕 所以现在我要准备开始直运的第一个晚餐 我已经决定了我要做太极饭 好 现在这一步是最难的一步就是蛋的部分 我要让蛋白跟蛋黄形成两边分开的行动 第一天的晚餐时间 你怎么取这道菜的菜名 这道我称之为太极 太极 我会吓到吗 我觉得一点点 跟大家说我平常看过回忆说 他帮自己烹饪的料理 所以我现在真的是既期待 又害怕 我要来揭晓了 好 你可以帮我配音吗 为什么是太极饭 那个蛋看得出来是太极吗 哦哇 所以这是一个蛋这样子的太极 对 哦哇 然后你把蛋翻开下面还是一个太极 白饭跟粽子分别担任了黑白的角色 你知道吗 嗯 我很有可能吃得完 但今天的任务就是一定要吃完 好多 第一天 完食 OK 现在时间呢是第二天的早上 老实说我现在早上一大堆工作 如果是平常的我应该是 不会吃早餐 决定来用冰箱里的吐司 涂上奶酥酱 早餐 奶酥 好像有点烤焦了 没错 烤焦了 哇 两个小时过去了 现在已经是中午的时间 老实说 完全还不饿 真的很好奇 大家品尝是会去吃三餐的吗 还是也是很多人跟我一样 只吃两餐 打开了看之后觉得 这些食物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吃完 我也没有很饿 应该就吃这样就好 一样进烤箱 哇 其实不知道这样烤的没有熟 哇 竟然是甜的 我以为是咸的 这种餡品比我想起来好吃 所以这个礼拜的早餐午餐 我都会以冰箱里的食物 然后来进行方便加热的东西为主 然后晚餐 才是每天的重头戏 回收会以创意料理的方式 来帮我制作我的晚餐 然后就好好期待一下我的晚餐吧 又到了晚餐时间 今天 我要来做一个长春痕 第二天晚餐 第2天晚餐 yosh 就是我取名之道为长春痕 长春痕 都来了 我对这个名字超好奇 到底是什么是长春痕 满无聊的 那好 第二天晚餐 長春藤 揭曉 就是這樣 香腸 春卷 還有菜 長 春 藤 長 春 藤 這是買的嗎 我們只能買的 空心菜 第二天的晚餐 我給予相當高的評價 現在時間才過十幾分鐘 我就快要把整盤吃完了 開始這樣我會期待明天晚餐 完食 謝謝 第三天早上 早安 要吃個麵包好了 今天午餐決定 自己煮麵 很美味 嗯 第三天午餐 結束 今天比較酷的是 我要做一種烤箱料理 Let's see Let's see 今天就是想說 前兩餐都是一些鍋子的料理 然後想說今天來個烤箱或是什麼其他類型的 然後也Google了一下什麼派會是怎樣的 他們就是用一些肉泥然後碎碎的東西先煮煮然後再拿去烤 我就想到冰箱有肉啦豆腐啦 都可以變成碎碎的東西 再拿去烤 然後就再加一些吐司煸跟菜 還是要有點菜 第三天晚餐你要來介紹一下 肉豆咖哩做會焗烤 也是有點雜粿啊 又是雜粿的嗎 今天這道菜 台語肉豆咖哩做會 什麼? 焗烤 聞起來很有那個分的味 好我現在正式解釋 肉豆腐咖哩做會焗烤 原來是這樣喔 肉豆咖哩做會焗烤 開吃喔 這是什麼肉 第一天的肉 豆腐是我們那天買的 是的 市場買的 它有麵包耶 OK 那我現在就進入開吃時間囉 完食 我都欽佩了我自己 你搞 好 第四天早上 在冰箱裡 隨便拿個麵包吃吧 現在覺得冰箱這個東西好神奇喔 就是 好像永遠都不用出去買飯 我還想真的可以靠著這個冰箱 永恆的生存 剛剛早上打開冰箱的時候 其實就發現了 這一盒都飛 打開來看看 準備也要來展現我 畢生的廚藝了 我另外進行了燙麵 想要把麵也夾下去 有一點亂搞 有一點亂炒 麵有點沒熟 肉有點太硬 整招菜超級隨心 也還是林一軍 馬上好 今天呢 已經快要有點無計可施了 還是必須 一直想一些酷東西 今天主要是這兩個 一樣的豬肉 還滑之丸 想要做個海陸煎餅 跟鹹飯 Let's do it Let's do it 備料階段就是把一堆東西 變成碎碎的 豬肉 滑之丸 吐司鞭 馬鈴薯 豬肉是最難的 因為它好像很多筋 最好是我想要先把 白色的部分都先去掉 要不然很難變成泥狀 接下來是這道菜的主食 馬鈴薯 削皮 切好的馬鈴薯丁 先煮熟煮爛一點 最後一個麵包 兩片盒 給人家吃肉 接下來就是各種東西 丟進去來一來 丟進去來一來 我覺得有喔 這個樣子 黏黏答答的 漂亮 第四天 晚上 這個叫做 海陸總鼠 肯定有馬鈴薯 是的 海陸總鼠 我沒有想過這餅了耶 它原本是 它原本應該是五塊餅 但是有兩塊分屍啦 五塊餅 有兩塊分屍 應該要有三塊餅 有啊它藏在裡面 我來找一下完整的餅 上面那個就是啊 這是 不是很明顯啊 這個肉 是不是跟第一天第三天一樣啊 真的 到第四天它又來了啊 我覺得好吃 3 喔對 還有吐司啊 還有吐司在裡面 吐司也出來很多天了 這是我吃到第四天 口味最清淡的東西 昨天那個是什麼 昨天是 有起司那個嗎 是起司太鮮嗎 裡面也超鮮 再前一天那個 長頓才也超鮮 太極是還好 那我吃的超痛苦 為什麼 講真的 太極那道料理 我覺得很 很有創意 但是很難吃 我想到第一天覺得好痛苦 好像真的好痛苦 我來吃 海陸豆腐 約十倍 明天見 第五個早上 開始 我決定還是奶酥加吐司 因為吐司真的太多了 結束 剛剛去工作一下 然後沒有顧到吐司 我其實蠻喜歡烤到有點焦的吐司 但我不太確定這樣能不能算有點 第五天的早餐 就在烤焦的吐司 的滋潤下做收 今天午餐呢 因為時間比較趕 所以簡單煮一碗 蔬菜麵 就這樣 簡簡單單 簡單就是好吃 今天來一點兒比較濕潤的煮粥啊 今天剛好室友剩飯 然後這粽子 這兩個一起煮粥 今天的料有香腸 花枝丸 一些蔥 還有蛋 還是切丁 煮粥 但我還是想要先炒一炒 我剛忘記這個 剛剛室友煮生的湯 裡面有蓮藕 今天的料 又被這個蓮藕 增添了一些特別的豐富度 種植狗裡頭 蓮藕 最後兩個步驟 加蛋 然後加六 好像不知不覺又太多了 超爽 我自己都好想吃喔 倒是我會每天去買的那種 真的假的嗎 身為一個專業的試吃員 要多試幾口 婢女 有人在下面嚇唬 好 最後一口 第五天晚餐 菜麵 屈原沒吃到太可惜了 屈原沒吃到太可惜了 一定有粽子 那個粽子我是 回想起第一天的回憶 不是一個太好 但 第二個粽子可不一樣 我已經給它轉換形態了 它的本體是粽子 是的 第五天的晚餐 屈原沒吃到太可惜了 驚喜 粽子粥 粽子粥 你確定好吃 屈原沒吃到太可惜了 屈原沒吃到太可惜了 小心燙 好燙 好燙 嘿嘿 多燙 多燙 停不下來啦 肯定了嗎 好燙 這怎麼用的啊 我就是把所有我想吃的東西 加在一起做我就變這樣 還是老樣子 哈哈哈哈 我覺得是美味程度蠻高的 但我會喜歡蓮藕 蓮藕跟山藥都是那種 國小老師 就是跟你一起做報告的同學 我想到我以前的國小老師 超 超討厭的 比山藥或是蓮藕更討厭 所以不太一樣 就很像一個 你的分組報告裡面 就是一個不是很有用 但是 有它也沒有到不行 的組員 好吃 這就是我們這蓮藕的見解 這樣你吃完嗎 你都這樣賺給我 我就拚老命 OK OK 哇 飽到不行啊 這蓮藕的數量已經 已經有點不太能接受了 有點不是那種 榮圓的問題 是一個團隊太多榮圓了 挑戰第五天 挑戰第五天 成功 第六天 今日乃酥 沒有好酒 今天的午餐依舊是 蔬菜麵 你幹嘛 我吃蔬菜麵 你吃什麼 你吃我一拳 接下來都吃飽 繼續工作啦 晚上見 牛肉湯 今天想要有一個湯的 一個乾的 來做出一乾一濕的料理 酷 老樣子 備料時間 菜切切 然後另外的是 烙餅 還有 昨天原本用的白飯 還有剛剛的牛肉湯 接下來就是 把飯拿去蒸 把烙餅拿去烤 然後就準備 乾濕分離的牛肉湯 我乾的部分 我是要用乾去拌 白飯跟烙餅的 加一些稠稠的東西 進去它就會變成稠稠的 低稠味噌 烤肉醬應該也是 加一點 冰糖 我知道了 再加一顆蛋 肯定就會比較稠了吧 看什麼 看什麼 6 第六天高板上 來 菜名 太極2.0 我不信 是不是有種子 no 太極2.0 白黑太極 白黑太極 乾乾乾濕太極 沒錯 來囉 來囉 那個醬滿鹹的 哇 超鹹的 這裡面到底有什麼 味噌 還有烤肉醬 還有冰糖 還有工蠅 我就知道沒那麼簡單 那超不回答的味道 下飯唄 大家聽完剛剛那個 這裡面的內容物 會覺得是不會落塞嗎 那我們在市場買的 還有什麼東西沒有用到 應該都剩一些些 明天就是個 最終章 最終章 你是不是還是會走一個 混沌路線 還是你會 轉為簡陀 回歸本物 回歸初心 洗身去 冰箱挑戰 最後一天 一個禮拜過去了 好像還是沒有什麼變化 就它吧 巧克力棒棒 今天午餐 下午才吃 沒辦法 太忙了 還是煮麵吧 超沒創意 OK 最後一個料理 看到了一個洞洞 一整袋的 雞腿 我覺得一定 就是它啦 當作是一個Ending 應該是不錯的 但是我會用 大概四五個不同的醬料 讓子君去配他的雞腿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子君應該就好像吃得完吧 我知道我跟烤 每一隻雞都把這個包起來 要烤 是不是就類似肯德基的紙包雞 OK 第一個沾醬 老樣子 咖哩 下一個醬 我在很多影片上面都看到 它就是用一些香料 或者一些 辣椒 怎樣怎樣 先剁碎 然後 裝在一起 然後直接淋上 一個熱油 超香耶 天啊 可是好像太油了 沒差 躺在一個隨便亂講 接下來我就 看冰箱油 啥醬 就覺得合理就拌一拌 開始我第三個 FREESTYLE醬 清爽 番茄醬 味醂 還有這個 昆布和風露 準備上桌 最後一天 今天這一餐回收煮了 它快兩個小時吧 真的假的多久 那 先來揭曉一下 今天晚餐的名稱 古惑仔 香雞 我來猜一下 反正它一定有雞嘛 那它有用到 我們冰箱裡的 很多料嗎 有啊 比如說 有咖哩 青椒 蒜 洋蔥 超多調味料 超多調味料 那我有點怕 因為它 大家還記得我的上一餐嗎 我的上一個晚餐 那個黃黃的東西 是它加了冰糖 烤肉醬 然後 蜂蜜 蛋 牛肉湯 去混出的一堆東西 那我今天就不知道 它給我的最後的Ending 是多麼的精彩 輕輕輕輕的 貨載三斤 完了 到了 到了 因為它蓋不下 所以我就放這樣 好 反正是 雞肉跟 三個沾醬 這個是咖哩醬 然後其他兩個是我自己做的沾醬 咖哩醬 這咖哩醬有什麼特別的 介紹一下 沒特別 那這個這樣有什麼特別 這一個 香料醬 就是你們剛剛聞到油 聽起來超耳 就是你們剛剛聞到油耗味很重的那一個 那這一個咧 這個醬是什麼 這個是我隨便調的 我可不可以先吃一口原味 好啊 我把它肉汁鎖住了 首先我先可以判斷 這個本身是好吃的 然後是合理的東西 然後接下來我就要嘗試 回收的醬料了 這樣應該夠了吧 嗯哼 這是什麼啊 酸酸甜甜 沒錯 但是這個酸比較是偏 嗯 臭酸 咖哩來囉 咖哩應該 快不到哪去 好咖哩就很普通 就是咖哩 來來來來來來 我覺得你要直接泡下去 你要跟它的料一起吃 還要跟料一起吃 就是要吃的料啊 用這 好你餵我 你餵我 肯定爽 可以賣耶 我覺得真的可以賣耶 好吃耶 Bone Appetit 你看他現在吃的津津有味 接下來我就要把這個 全部吃完啦 最後一口 一定要沾這個油油醬 沾飽沾滿 來囉 爽 七天冰箱挑戰 正成功 大吉大利 嘿嘿嘿嘿 耶 七天的冰箱挑戰結束了 其實還蠻享受的 第一天 在市場裡和攤商聊天的過程 發現他們最喜歡強調哪個新鮮 哪個是當季的 經過這週的挑戰 更能感受到 在冰箱裡放很久的食物 和從市場剛買回來的新鮮食物 真的差很多 也才感受到 吃當季 食在地的重要 這七天 因為必須要按時吃三餐 所以也會特別注意生活的作息 擁有健康的身體 才能去到更遠的地方 希望大家別忘了生活中那些 基本卻重要的小事 即便再忙再累 也要好好吃飯喔 然後再加一步